你们俩一天都晚就知道吃吃吃 两个吃货 说的是我还会玩呢 那我不能吃货 我也是高智商的吃货 说自己高智商来捡摩执索呀 这不是海洋系列的吗 我之前也捡过来 你之前就捡那么一把 还有这么多呢 这一看就很简单 那我就选一个双鱼山捕索 那来过来 这两条鱼吧 这把双鱼山捕索 实在是太简单了 只要把双鱼从山骨上拿下来就行了 双鱼跟双鱼之间有一个小缺口 我们就比如说 真好有礼貨 事情没我想的这么简单 居然出不来 这样从下面拿不到 外面从上面取 嘿 还是不行啊 这根本出不来 你就别背心叭叭了 还看不出来表演吧 这两条小鱼啊 很是恩爱 传在一起啊 不肯收手 今天 那我就要把鱼拍照 但这两条鱼都是圆圈 你们俩除了转圈 还能干嘛 哎 还卡住了 这 蛤 怎么解开了 哦 原来解开双鱼手的方法呢 只要在尾巴处形成 60度的斜角 轻轻一转 它就出来了 简单吧 既然从鱼头出不来 原来是这伤 原来它从后面出来 进来嘞 通常自如 哦 明明出来了 怎么又卡住了 卡住了 哦 原来刚才是没有找对方向 找对方向 它轻而易举就出来了 第二局就来一个 可爱的小海马吧 那我就来一个 有的金戒指的螃蟹 金海马上面呢 是没有口的 金海马上面呢 是有一个口 所以简迷的关键 肯定在于金海马 它这根本都伸不动啊 牛海马的尾巴是松动的 可以过来 到中间了 但是海马丝毫卡不出来呀 换一遍 还是不行 它根本出不来 小螃蟹啊 小螃蟹 你的戒指指定不是我啦 咱们现在这个缺口 把它穿过去 然后下一步 过去 也没有其他缺口 不会吧 我第一步就死掉啦 肯定有其他出路 那咱们退一步 诶 这个凹槽是什么 原来真正的解题步骤 在它的背面啊 小螃蟹 你尝得挺深啊 咱们粘着这个缺口 再给它过去 过 诶 过不去啊 难道又要翻过来 将 它两个钳子被套住了 那接着 哦 这样就可以过来了 我好机智 接下来肯定 也要翻过来 那从这 绕一下 接着从这进来 再从这 退一下 然后 这怎么办 到这边了 它没出来 诶 诶 不对 我怎么出来的啊 哦 我明白了 原来就是要找螃蟹身上这些小缺口 不停地找缺口 找啊找找 就会立马出来 带你们还原一下 从螃蟹啊 右边这条腿先进去 翻过来 看到缺口就把它 往后退 简单吧 这还有一个缺口 诶 再翻过来 看准中间的缺口 给它滑一下 再翻过来 现在我们要进入到大钳子里面 从这给它 插进去 现在大钳子和小钳子都套出来 但是我们还得翻过来 又是从中间的小缺口 给它 诶 拉出来 回到我们的原点 又是一个缺口 出来 当当当当 完美还原 哎呀 我这大进戒指了 取下来 又缓进去了 就像某些人 第一步都还没弄完呢 你根本打不开 没想到我一个节奏小男人 居然出给了小羊 啊 出给我很丢人吗 不是丢人 是以后都没脸接人了 那你不要接人呗 诶 好 好